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音乐音乐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汉字是 寂 寂这个字在汉字里面 现在是用的不是太多 它的原语现在的意思 就是过字辛香 就是那个大米啊 那些过字啊闻到那个大米的香味 是指对这个意思 有的地方把这个字 就像是上面成为一粒粒粒粒 江泽一带地区呢 把这个字呢都叫鸡 我们说的那个船都叫啊 这个温都叫啊 这个江泽地区的一个方言呢 都把这个叫 就是这个字 在这本文里面呢 它写法呢基本上有两种 一个写法呢它是这样子 这儿是一个国家的永细 比如说这是个豆 像那国家丸一样的 在这里面呢装了什么呢 这些是既族既天既神的 这些是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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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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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雨 专家都干死了 下雨下得不停 专家咽死了 遇到封教玉生的年 专家就丰收了 所以在古人认为 无论是干旱也好 水节也好 或者封教玉性也好 所有的这一节 都是上天给人类的惩罚或者是恩赐 所以丰收了 所以要祭天 希望上天能够保佑师父 所以这个字它的原意就是用最好的米锅 祭祀天津生灵 小庄这个字呢 它就变了 上面是个黑白的本 就是这个 底下是一个屁所的屁 我们知道这个白指这本本 在印上是这样 或者周朝是这样的 它这个大米 也许就叫做白屁 这个底下就是一个锁纸 现在就讲叫鸟杆 用锁纸画这个大米 米色 净色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粒数和开数呢 都是由这个字这样的演变过来的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啊 它不同文里的写法 来引识和大家一起分享 教科文里面它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 这个就是表示装到美 美式的一个容器 这是一款写法 第二个写法呢 它是这样 这是写的一个豆 这是一个豆 这个上面呢 这个表示豆里面抓的锅 抓了很多 第三款呢 是在第二款的这个技术上面 增加了一点 这个碟 这个碟 不是代表鱼水 是代表这个食物的香气 这就是想让虫 上进森林享用 还有一款呢 写的这样 这是在第二款子 现在的技术上 加了几个碟 这个碟 就是代表食物的香气 这是教科文的几种不同的写法 在经文里面呢 这个字呢 比较简单一点 在上朝的时候呢 它写着这样 它底下呢 写着一个呢 写着这样子 高架的豆 这是上朝时一个豆写法 最说碗器 它底下的这个 豆的这个架 所谓的变形 这是周朝晚期的一款写法 我们就这样子看 上面就是一个合白的板 所以小砖里面呢 它这个上面呢 写着这样一个 底下呢 写着一个屁 表示脚杆 用锁子取米色 享用 这是小砖的写法 到历数的时间呢 就是由小砖这个写法来的 清朝那个乌大正 它写了一个 这是清朝乌大正 写的这样一个字形 所以K数这个字 就是由小砖历数将引编过来 最后就是一种美食 继这个字 它的本意 就是小米啊 固滋啊 它的香味 所以这很多地方呢 都是做为一种美食 有些地方 刚才说 像四顺一地方 这个就做为一列 两列的列 这样的意思的 今天呢 我们就把 借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